那我们是请我们树梅校长 帮我们来主持这个音课的部分 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最专业的那个专辅基养 好,那今天的这一堂课呢 其实我刚才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享受 我觉得嘉宇老师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他做了一堂非常符合12年国教核心素养导向教学的一堂课程 虽然我们是结合议题放进去 但是在整个课堂里面 非常感谢那个就是田校长所领导的文昌国中的孩子 也表现得特别的棒 在发文的时候 包括在讨论沟通互动的时候 跟想法的部分表达非常非常的有创意 那为什么我说刚才嘉宇老师他做了一堂非常棒的 核心素养导向教学的示范课程 是因为我认为核心素养 它其实最重要的部分在做什么 它的定义其实只是希望未来一个人 在适应现在的生活跟面对未来的挑战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与态度 所以我们的嘉宇老师他从哪里去做这样课程的出发 各位大家想一想我们从哪一个地方去切入情感教育 从哪里 设计的 对非常非常好 我们从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家庭空间的一个布置 去进入了一个课程的起点 然后所有取材的部分也来自于生活 沟通确实是不管你是在跟闺蜜相处 不管你是跟亲密的另一半或者你未来的重要生活 他者或者是家庭里面的成员 这一个部分确实很可能在意见上会有所不同 但是冲突发生了 不要怕 如何去面对这一个冲突 如何去化解这个僵局 我觉得嘉宇老师今天整个在事件的发生 然后在沟通冲突的发生之后 如何去做解决 带领孩子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在由于情感教育这一个 如何合一的去面对对方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 如何去做一个部分 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欣喜看到国中九年级的孩子 很不容易对不对 在讨论上面确实非常非常的踊跃 因为来自于生活 因为这样的课程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每个人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价值等关的那个呈现 这一点是真的很让人家欣喜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 在此可不可以先借一下各位的双手 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那个主秀者 也是我们的嘉宇老师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那在那个等一下我们的那个模式 我刚才有跟那个就是嘉宇老师 做了一点讨论 那嘉宇老师他很想听听看 大家对这一堂课 您刚才感受了什么 您想到了什么 你发现了什么 因为既然是情感教育 就不是只是知道孩子的想法 现在回到我们议课的所有老师这边 我们嘉宇老师更希望看看 借你的双眼帮我们看看 在这一堂课里面 你发现了什么 可以让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里面 有更精进的地方 所以等一下可能就我们先请各位老师 帮我们提供一点点您自己的想法 分享一下让我们这一堂课更加的丰富与精彩 那为了让各位老师有比较充分的时间 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意见的交流 我们先让我们用掌声邀请我们的田校长 我们非常的认真 一直站在孩子的旁边 一直这样观看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他对这一堂课的充分的参与 请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田校长给我们指导 不是指导了 我是觉得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了 那我要先讲的是说 在刚才前面在说课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棒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直接进去观课的时候 中间的前面的说课的过程可能太省略了 所以我每次觉得在观课的时候好忙喔 为什么好忙 因为我也不晓得老师上课的部分 他会哪些部分是要我们去做关注的地方 可是刚才经过前面的说课的时候 我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说 老师要我们看的是几个讨论的部分 要去看孩子是怎么样进行讨论 那我就会觉得说 我在旁边在做那个观课的时候 我就没有那么忙 否则我常常觉得好忙喔 因为我们又不晓得老师上课 接下来会上什么东西 那待会我们到底要看的是什么部分 不过我今天在观课的时候 我还觉得第一 我看我刚好在第六组的那边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有一个孩子特别是leader 他还常常主导很多意见的leader 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就非常的沉默 后来还在那边讨论之后 还说他是社马 他说他是社马 我就想说对喔 像这样的一个课程里头 那有一些班上某一些孩子 他可能有一些比较 特别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到他的差异的时候 那这个孩子他会在这个组里头 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这一块就很有趣 那他们处理得也很好耶 他就专门负责上去几分 他们会做几分 所以我整个在看 因为我们其实 整个教学的过程中 我们最想要培养孩子的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考的一个能力 可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往往 因为我们急着在课堂上给同学东西太多了 那我们都帮他想好了 所以其实我会比较看孩子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 他们怎么样进行讨论的 那我也会觉得这一块真的是我们孩子比较欠缺的部分 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 比如说他们在整个互动的过程之中 大概那个leader的部分一定会先表达他的意见 表达他的意见之后呢 如果还有一个类似那种旁边另外市级领导者的时候 他可能还可以再补充一些意见 然后这个意见就会变成这一组的答案了 那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应该是在跟随合作学习的过程之中 我们怎么样让每一个孩子能够知道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规则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不是一堂课可以去带出来的 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就是同学有没有习惯 小组合作学习的这样的一些互动的模式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多让孩子去体验之后 怎么样去引导他去做一个这个进行讨论的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我想生联国教最主要是这个终身学习者 那中生学习者就是他必须要有自学的能力 将来面对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自己去解决问题 然后常常其实一个问题出来 同学都会有一个直觉的反应 直觉的一个答案 那这个直觉的答案事实上 他还需要很多进一步的反思 那但是因为我们常常为了求课程的进度 我们都把反思的那一块都给他省略掉 所以我会觉得像蔡允老师很好的部分他最后再提供了一些建议的一些答案方向 我觉得那个东西可以让孩子的思考可以更深度可以更加深 那如果没有去做那个部分我就会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我觉得后面做得很好 那尤其最后一题在讲怎么样解决的时候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希望去珍惜彼此的互动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那我那一组的男生每个男生都酷酷的 看起来没有什么表情 可是我会感觉到其实孩子即使他外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我心里头我觉得他心里头有听进去老师讲的话 那那个话在他心里头一定会成为一个种子 成为他将来以后面对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可以的一些思考的一些方向 所以真的来说我会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这样的一个 今天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谈共同备课官课议课的这一块 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希望看到孩子的学习是在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是一个团队 可以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一起成长的话 真正受惠的是孩子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棒 那谢谢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经验 谢谢 好 谢谢我们的那个田校长 真的是来行的人看的真的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一堂课程 事实上它其实只是一个起端而已 没有办法一堂课程里面把所有的情感交易 把所有的爱情的所有面向全部都讲完了 那藉由这样的课堂才可以让孩子那个观念进去了 就像陈柔相所讲的 那个观念中止进去了之后 它会慢慢的发芽与生根 所以为什么情感交易要很小很小就要开始交 不是说爱情的问题不能够碰触吗 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些情感的交易我们把它扩大化 而不是只有在谈论两人之间相恋彼此的那个情爱的关系 其实它可以谈的东西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刚才我想我们大家开场的都已经开了很久了 所以现在不晓得可不可以让我们就是听一听看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观课的时候 老师您在这场课程里面 你看到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 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让我们未来彼此更加的精进 不晓得可不可以借用您宝贵的那个意见 给我们一点点的那个想法 好吧 我很想邀请一下这一位老师 因为我刚才看他我非常的专注 而且频频的那个点头 我们就一半接一半了 我邀请了这位老师 老师您有机会可以再帮我们邀请下一位老师 这样好不好 那也许我们这样的棒子 就不见得一定要在我们这里的那个身上了 大家都有机会给旁边的伙伴 大家做一点小小的分享 好 那我们请那个又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这位老师好不好 谢谢 校长我讲的这么精彩 我只好一直看着你 他就刚把你的角度去那边 然后我觉得很多可以分享的 然后我讲最重要的几点 然后我们自己在上课 我就常常觉得分主加分真的很辛苦 我要忙着上课 要忙着在那边做纪录 如果叫那个辅导部长 他可能也很累这样子 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你就自己上去加分 而且他可以包围自己的创意 我觉得这很棒 谢谢老师的提供在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主题 他在讲我觉得我很欣赏的是 就在刚刚校长讲 我们很缺少就是反思的部分 那其实提问很好 而且是一层一层的 我觉得提问有层次 让我觉得还蛮欣赏的 就是先有一个活动结束 那小孩通常都是啪啦啪啦就出来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其实那是有意义的 然后老师就先问说 那你怎么做决定的 就是刚刚校长讲的反思的部分 然后再来 我觉得很棒的是 他们可能在考虑这个房间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如果成员不同 如果是家人 如果是闺蜜 那我觉得他会引导他们再去思考 那最后我觉得那个重点 都有点出来就是 我觉得非常善用那个影片 一遍没有一遍到底 那就是停在那边 如果冲突了我们怎么办 把这个观念带给小孩 那我觉得学生他思考完 在看参考答案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专注在面评 因为他们也好想知道 那可以怎么做 因为他们思考过 所以不是真的就像刚刚校长讲 不是说我们告诉他们的 告诉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滑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 就是课程的架构上面 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还有就是 你怎么样去用提问的方式 让孩子思考 这也是让我很欣赏的地方 那有时候我们要有很多的内容 然后又要让他们反思 这一堂课这根本就不够 但我觉得 就是经过 我知道你辅导团很努力 就好像听过说了好几百遍 到这个版本我觉得 就是真的很精彩 谢谢 然后看一下 那给隔壁的老师机会好不好 好 大家好 那我就主要分享我刚才 观察我自己那一组看到的东西 这样子 那刚才我们那一组 很明显就是 看得出来会有一个很带头的一个 一个leader的概念 对 那他好像有被另外一个成员 就另外一个主员 直接用独裁者去形容他 对 然后那一组的那个模式就会很妙 就是都是那一个人在主导 然后不论是一开始的那个选房间的回答 还是那个创作那个 画那个自己的一到五个颜色 然后全部都是他在画 他就画画 然后旁边的主员 其中三个就围着他看 然后就说 就看着他说 你这边要不要那个一下 然后就 你不懂啊 我这个很好看 七彩颜色 缤纷 你等一下画完就知道我多厉害 他就讲这些话 然后其他旁边就好像一副有点无奈 可是就是 事实的还是给一点意见 当然可能就是在 比较特别就是 坐在最后面的一个小男生 他就是 可以说从头到尾 几乎都是 没有讨论到的 他有没有听到他有跟他们讲话 对 然后只是虽然说他很独裁 可是我有发觉到他们其实还是蛮愿意给互相机会 因为或许那个我觉得加两分那个系统给了他们就是让其他成员一起回答 不然我觉得如果都加一分的话 他们可能就那个人就从头到尾回答到尾了 对所以那个加两分 所以导致他们在最后其实还是有给那个比较没有发表那个小男生就是有说话的机会 可是 当然比较可惜就是他们有一点点给我看到是把问题就丢给他了 就问题单就丢给他了 然后写了一个他们自己觉得很棒的答案 就是好像说什么大家不是重点实用才好这个答案 然后那个人好像也很无奈的就照着那个去回答了 对好像就比较他们在这个部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可能是 应该是人际关系的部分啊导致他们没有很对就有点点一小团跟另外一个单独的人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我主要还是会观察到B那个人的小男生的反应 因为他就是很那个leader嘛 可是我发现他虽然说很活跃很活跃 可是我发现他在最后老是在总结的时候 我觉得他很我不知道他有在听 我觉得他内心可能是有一些些矛盾在的吧 因为他好像曾经说了一句话说 等我三年后交我女朋友我可能才会回答这些问题吧 他这样讲这些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老师讲最后总结是 他好像没有办法很体悟那个感觉 那种互相珍惜 因为他可能他没有经历过 对所以他可能就会在他在画他自己了 老师讲他了他在画他自己 所以可能是因为他的生活经验还没有到哪里 可是我或许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给他一点启发 将来他可能如果面对到感情的时候 这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教学的地方这样子 那我分享到这边谢谢 老师你也想要把 要给他一个 你选一个 这是什么 送你一个成果车 那就对面的 我觉得老师都很客气 可是拿到麦克风都讲很久了 很会说因为很有感受 各位老师好 我这边观察的是第四组男生组的部分 那我自己观察到的是 我们这边主要就是有一位领导者 通常就是常常发言 或者是进行画画 或者是写白板的时候 都是他主要对他独立完成 那有其他两个有时候会加入讨论这样子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在回答 第二题 你要怎么让女生接受你的想法 这一题的时候 他们本来的回答是说 你喜欢就买 那后来我发现 老师有在引导这一组的小朋友说 那如果一直买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那我觉得学生他好像有catch到这个点 所以他后来就有补充说 那需要再买 喜欢再看看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不错的 因为我觉得学生他本来就是有点点 好像不知道就是有点单方向的思考 但是后来回到主轴 你要怎么去跟你的另一半 去讨论这个生活的议题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有去思考的 我觉得是令我满印象深刻的部分 谢谢 谢谢 好 再挑下一个吗 那还要吗 我还有两本 再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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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边是这位老师 还有吗 这位老师 我觉得很开心今天有看到这样的教案 因为我自己是专服 那在带同学在讨论自己的议题的时候 我会比较希望是细致性的讨论这样子 那我刚刚就是整个都还不错 可是有一个地方我突然间这样的经验 就是老师说如果再重来一次 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冲突 再重来一次 就是女生可以怎么说男生可以怎么说 那我观察到我们那一组 我是女生 那就是大概有两个 两个到三个是比较是主动愿意说的 然后有两个是都是保持沉默的 那我就在思考 如果这样的部分可以再细分 第一个就是先让孩子们先去讨论自己 那个切身的经验 比如说像这样的情况 通常你们的家人 就是有家人有这样的吵架 通常他们都是怎么吵的 就是这个跟自己理要没有关的 孩子们可能会比较愿意谈 那就是讲一下我爸妈都是怎么吵 我哥哥跟他女朋友都怎么吵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因为刚刚那个学习单就是一大章 一组一大章这样子 那如果可以就是每个人一张 小小章的学习单 就是你先自己写 你可以怎么说 因为他可能不太敢在那个团体里面表达 那个人都先把自己的怎么说写出来之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小组讨论 因为每个人都有写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讲话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是他们共同讨论出一个新的 练功的真主的代表答案 那这样就达到一个重新框架 就是未来我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可以这样做 然后再来如果再有时间 就是让他们再两个两个练习 就是有一点像我训细 就是演练 然后就是互相讲出我真正比较正确的答案 我是觉得这个部分还可以就是再活用 很谢谢老师 就是提供我们这样子一个生活情景的练习 这样 谢谢 谢谢 从那个专门指导老师的那个角度 从小小的地步到对方的事情 非常棒 还有没有老师 最后一个 有没有说觉得很想很想说一下 你好有感受想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请专服在 在帮我们邀请一位伙伴一起跟我们做个分享 有没有 有没有 就是这个部分 谢谢 他也是这样的 本路上的各位老师大家好 那我个人还蛮佩服就是 就是家喻老师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他是非常稳定的在代理在引导 然后并且有非常大量的机会促使孩子可以去主动去思考 也去表达 那我觉得就是而且那个层次性是非常的鲜密 我觉得是非常佩服 因为其实有几次我都会感觉到有些学生他们其实是好像会有点太要失控的感觉 但是你都还可以用很稳定的这种方式态度去应对 然后而且在对答的过程当中给孩子的回馈我觉得是非常的适当 我觉得非常 而且是给这些孩子会帮他们的讲内容在做一些摘要 或者是在做一些解释这样 我觉得让其他学生可以更能够理解这孩子的表达 我觉得非常佩服 那我另外一个有一个地方我是比较好奇的是说就是在那个室内空间设计的那个图 会使用的是蜡笔的这个煤彩 那因为我在想的是后来再看出来的那个结果啊 大部分的那个彩度都是比较高的 那以至于说它其实跟现实当中的家庭环境其实会有一点的落差 所以我在想的是没有可能用其他的煤彩来去做替代 那我自己有想到的是可能也许用平板 然后可以使用灰土软体 那灰土软体它可以有比较多的色调可以去选择 那也许可以就是 而且它可以即时性的可能可以把它传到大营物上面 那每一个小组的这些作品就可以呈现出来 而且我觉得可以也比较快是可以节省那些时间 因为毕竟拉屏那个靠逐性比较高嘛 所以在图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要图很久 或者是呃呈现出来的结果可能现实会有点有差这样子 对好的 以上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想法 谢谢 老师已经把那个智慧教师的那个概念来进来 别想转 所以为什么大家共同一课 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精彩的事 其实很多的老师其实都很怕被说服安一课这一个部分 但事实上如果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就很自然的 因为你有感受 不过就是把它讲出来而已 它没有对错的答案 你就会听到各自有不同不同的观点 也许你看到了还来不及讲 但是别人帮你看到了 或者你没有看到 但是别人帮你提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议课 你就把它当成是我们伙伴真分享 其实议课就不会这么的高框架 这么让人家恐惧了 好 我又帮佳云再争取了一点点时间 现在我们要把那个麦克风交给我们佳云老师 谢谢你们大家给了这么多的意见 但是我想那个佳云他一定上了这样的课之后 他一定更有更有感受 所以让我们要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佳云老师 谢谢 谢谢校长 还有各位伙伴 你给我这么多的意见跟回馈 那我就不多说 先来就是说 谢谢校长刚刚告诉我们的部分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这个课程上面 如果去引导合作学习这一块 其实是 的确是这堂课 我的确也是上起来 会稍微比较卡一点的地方 因为跟孩子们其实是不熟的 那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我自己实际的课堂上 我会觉得四个人是一个比较好讨论的一个人数 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方向是三十个人 那然后女生男生的人数也是有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是变五个人 那我一直会觉得说 我会一直觉得坐在后面那个孩子 他会比较不好加入讨论 那如果说是在我自己的美术课堂上 其实我倒是算是四个人的地图 那再来就是讨论默契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尤其像刚到学校的时候 我刚到一个班级的时候 我自己的方式 我会让孩子就是填一个问卷 然后那个问卷里面可能就去测量孩子的各种能力 比如说你的表达能力 你的绘图能力 然后你的这个领导能力 我会让孩子自己去写 如果是已经是八年级的孩子 我会让他去写 就是你比较希望在小组讨论当中 你担任的角色 因为大部分我的美术课 也是属于一个合作学习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 我会帮他们安排角色 那所以在刚刚的这个课程里面 是大家我不熟悉 然后每一个人他担任的角色 可艺术里面的角色 没有那么的鲜明 那这会是我比较弱的部分 那就是如果是一个比较熟悉的课堂的话 我想这个引导合作学习的部分 我们可以先看见孩子 在几次的先前的讨论或先做一些预备之后 再去帮孩子做一个适当的分组 所以分组 一开始的分组这件事是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回应一下 刚刚老师有跟我们讲到第二组 就比较有一个leader这一组 那老师观察的很仔细 就是因为还好是有这个 我们小组共同得分的方式 所以有 就是有一个同学他虽然都没有 就是 嗯 所他的意见 但是最后他还是就是 有可以起来说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我的确就是在我自己的课堂设计上 我也会这样就是 让我们的组别里面可以有共同加分 这件事我觉得是很好 就是合作学习这件事情 因为分数是大家一起的 那如果说这个组别里面 比如说我自己的课堂上 我会有四个人 可能分为馆长、策展人 然后艺术家、艺品家 那四个角色 如果这个大家会认为是 就是馆长可能是这个组别里面 他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那如果这个大家会会指定馆长回答 那如果说是 不是馆长回答的问题 它是比较难的问题 那馆长如果可以回答 他的分数就是两倍 那这是比较 那今天的方式是比较简化的做法 反正你就是 因为在我陌生的课堂 你愿意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勇气 那所以跟大家也是分享这个部分 我自己在课堂上 我觉得我这样操作比较顺 就是加分它是比较一个 我觉得它是一个 必须要细腻设计的东西 如果我们要做合作学习的话 它不会像我们之前只是举手加分这样子 它必须要细腻的去设计 就是可以 大家可以就是在你自己的课堂上 自己找到一个方式 是比较适合你的学生 然后在加分的方式上面 就是我自己的课堂 如果它是一个连续性的课堂 我会采用那个学思打的那个螺旋 那我们的加分方式就是 得分我就是发布克牌给你 那馆长就负责收牌 因为馆长通常他是 各方面比较没有那么好 或是他比较不愿意表达的人 那他就负责收牌跟加分 那他如果愿意表达 他就是加倍分数这样 因为他一直拿那个分数 所以他就很有参与感 那这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惠英老师刚刚说 如果我们在课堂上 你觉得一直去加分是一件困扰 一开始我也觉得那是我的困扰 而且我永远记不得 就是现在到底该加到哪里了 那但是如果有学生 自己去保有那个分数 他们都算得很清楚 老师你少给我一张 他都算很清楚 而且馆长会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他会把他保管得很好 这是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 老师有跟我们提到说 你有看到孩子 他用老师的引导的时候 他会再思考 我也觉得这个是 就是我们在操作这种合作学习 或是引导学生 进行十二年国教下的精神 这种自主性学习的课堂 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你会看见就是 老师跟孩子之间的互动 不再是我 单向式的给问题 你要给我答案 我们是可以是这样 一来一往一来无往的 那因为学生在讨论 我们只有时间去关注 每一组他需要的引导是什么 我那时候也是跟老师让我听 我看见他在补充那个答案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感动的 我就 Yes You got this 你真的得到我要告诉你的讯息是什么 所以我一直用眼神来告诉他说 对 对 我要的就是这个 你有想到 那我觉得我跟他互动眼神 他应该也有感受到我的肯定 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是这个 专辅两位专辅老师 有跟我们提到 第一位专辅老师说 就是 我们可以加入 专辅的经验 就是跟家人跟家人之间的这个经验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地方 其实它是更细腻的讨论 那甚至给每一个人一张学习单 其实我一开始在思考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 没有房间 我不要也是每个人都先画 然后想得很细 但是真的回归到大课堂的时候 我就不得不有这个时间压缩的压力 因为我就想 我还是必须要让大家在45分钟之内 大家就要理解这个课程 大家要做什么 但是老师给我建议非常好 如果它是我自己的课堂之后 我还可以自己去掌握这个课程的节奏 或是看见这个班级 因为每个班级 它需要的部分不一定相同 有的班级它需要某一部分 比如说你可能在色彩这一块 你必须引导很多 有的班级它可能逃入的时间需要比较久 有的班级像老师 如果你要引导 要引导比较深才有办法讲出些什么 这都是很好可以给我的一些 这个我可以再思考的部分 谢谢 那再来就是 最后会为专辅老师提到用平板上色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意见 对 其实色彩 它真的有它的局限性 那我自己的课程下 我也会用平板来上课 但是那个平板也还是有一点局限性 就是我不一定在这个学校我可以用 那它的确是如果我们以后的数位科技 那就是校长们都可以帮我们到争取到更多的时候 这的确是一个很可以期待 然后可以实现的梦想 因为我本来很想要补充在那个课程里面 就是有一个那个 有应该叫什么 墙壁的那种地妻 那种 忽然间那个墙壁的妻的那个公司 它会每年出一个最适合家的色彩 那它就是今年可能是粉偶 很类似粉偶色这样的色系 然后明年可能是什么样的色系 对今年度的这家的代表色 我本来很想放这一块 但是我就觉得放进去我学生又画不出来 对因为那个色彩 就像老师说的 因为我今天给的那一材是蜡笔 它真的不太能 它必须要在水彩调色课它才能弄 那水彩调色课 又没有办法符合我们这一堂课的节奏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建议 谢谢老师这样 谢谢 那个谢谢我们嘉远老师 那也谢谢大家 这边其实我想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觉得非常非常欣喜 大家对那个少年博教的那个课程教学的专业 我其实从中间 我们的嘉远老师其实提到了 现在最夯的一个学生打的一个做法 那我从第一位专辅那边 其实我从他的那个分享跟食物的操作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觉得这一位专辅他所提的 完全是学习共同体 所可以处理的一个节奏 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的分组合作学习 在我们早期传统一直都有 那后来为什么会变得比较越来 就好像突然夯了起来 但是其实真的是因为来自了 日本的佐藤学的学习共同体 但是这两个方法它其实非常雷同 但是它有一个基本核心理念的不同 知道在哪儿吗 分组合作学习我们比较强调的是竞争 还有我们很强调一个人归纳同整的 小组的意见之后去做一个发表 但是佐藤学的学习共同体里面 他认为大家是彼此共学的 所以即使我们经过这样的互动 沟通讨论之后 你不见得一定要归纳出小组一种意见 你可以上来说的时候就是说 刚才我听到的嘉宁老师这么说 刚才我听到的田校长这么说 那我们小组最后的共识是什么 还有我自己的个人意见想法是什么 所以它中间的操作模式可以怎么做 其实学习共同体 如果去区分它的节奏 它可以两两共学 就是老师抛出了一个议题之后 两两我们先说 这个就可以达到就是刚才专服所说的 我们先谈一下我们的彼此切身经验 然后在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小组来共同讨论 这样有了热身之后 孩子更能够去加入这样的讨论 为什么 因为讨论、沟通、互动都必须要练习的 其实刚才也非常开心 各位伙伴已经有人看到 就是说在教室里面 在小组里面有人是沉默者 那有人是不参与者 其实我仔细地做了一个记录 在第一次提问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发现 其实我们的教学者嘉宁很专业 他已经发现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两两互看的 但是最后面这一个 第一个问题是完全没有参与的 只要是这一个座位几乎都没有 然后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不仅这一位没有参与 他的旁边的可能这一个 就是有点小角落的位置的这一个 可能是这边 有可能是这边 所以每一组会有一到两个是不参与的 但是到第二次提问之后改变了 第二次提问的时候只剩下二三组 我讲太 没有没有 是我自己持麦克风的方式 只有二三组的这一个没有参与 那代表什么 慢慢的孩子会打开自己的心房之后 他就开始愿意去参与这样的课程 谢谢 因为说实在 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 包括你们站在你们自己个人的角度 要在一个场合里面去做发声 是需要什么 需要 需要勇气 对吧 要需要勇气 那我们一直传统以来 为什么我们十二年国就要推这么多 因为我们传统以来就是 我拿着麦克风 讲 大家就听听 所以孩子也会期待他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只要有人说就好了 课程过了就过了 那这样的沟通互动讨论的模式是需要怎么样 给孩子练习的 给孩子练习的 所以虽然今天的课堂对嘉宁老师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课堂 但是大家应该看到后来参与的那个热烈度其实是很多的 不过我又在观察到第三次提问的时候又再回到第一次 因为第三次的提问他的题目更有层次了 就是所谓的你比较更高层次的那个部分的时候 有的孩子他会确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因为国中非常在意同侪的想法 那我讲出来之后如果被打枪呢 我如果讲出来的意见不得到首肯呢 不得到大家的认同的时候他心里会受挫的 所以这样的课堂真的真的 非常值得大家在您的课堂里面 不断不断的让孩子有多一点时间去参与讨论跟练习 我相信如果是在嘉宁老师的真实课堂 他们的参与度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热烈 因为孩子练习过了 孩子习惯了 我讲出来都没有标准答案 那为什么后来孩子在第二提问的时候参与度更高了 因为他知道不管什么答案嘉宁老师都怎么样 非常能够接受非常能够给予肯定 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 这个叫什么 课堂的风景 课堂的风景怎么样被改变 首先一定要改变的就是老师 你必须自己把那个话语权放出去 所以其实嘉宁他在中间做了很多的串场 归纳统整跟鼓励者的一个角色 因为我们希望最重要的部分放在谁的身上 放在孩子的身上 所以很感谢大家今天参与了这样的课堂 虽然我觉得如果真的未来我们是一个共同的团队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观察到的是哪一些孩子 其实今天好像导师 因为课堂的关系没有进来 不然其实我很想很想请教他的是什么 我很想请教的就是就我这样六祖所观察到的 是不是那一个单独的小朋友 他就是课堂里面的客人 有没有机会让他变主角 有的 但是一次课堂不见得能够做得到 但是也许我们第二次 第三次 就像嘉宁老师他所做的 包括他的馆长 艺术家 艺品家 策展人这些 其实每个人负担不同的角色之后 每个孩子都可以在课堂发声 但是我们老师必须要学会等待 那必须要学习给机会 给舞台 给方式 而不是你要求他提问了 孩子就能够给你答案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教育是一个大家必须要师生共学 为什么学习共同底在谈这一块 就是你两两互学了之后 小组大家共同讨论了之后 下一次有没有机会让另外一个人做不同的发声 这是我们期待的 这也是我们十二年国教里面非常非常想做的 然后这也就是我们姓平团里面 为什么一直这么的努力在做很多的观议课 我们非常非常努力在这一块 跟大家说个小秘密 这一堂课本来叫做真爱琴马卡罗 完完全全跟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堂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每个团员都是挑剔的眼睛 每一次我们在做共备的时候 大家你一言我欲 轻嘴巴扯 可能会把原来设计者所设计的东西全部推翻 推翻了之后 我们的教学者回去再仔细想一想之后 他会再生出一个心的 所以那个课程真的是流动的 课程是彼此大家去共享出来的 我们期待这样的风景可以在每一个人的学校 每个老师的课堂里面去做这样的发生 也很期待我们大家未来都可以在 不管是物定领域 不管是校定领域 我们都很希望大家可以共同美好了我们的课堂风景 不晓得我讲到这儿 因为还有六分钟你看我们掌握的多么的精准 还有六分钟 不晓得还有没有各位老师就是 刚才您这样听完了之后 还有没有一些意见或者一些想法 或者希望能够再让我们扶导团 未来你们希望我们到学校里面去 或者我们开种子教师工作坊的时候 你希望想看见什么 想听见什么 讲到这一个 等一下我们智养一定会好好的宣传 八月的时候我们种子教师的工作坊 我们很期待很期待 有很多不一样的食物的方式去做呈现 我们希望可以看见更多的课堂可以被处理 不管是专服不管是教学的课堂 我们都期待这样的方式 今天我很努力的跟我们的那个总招 然后校长跟他讲一下 因为太急切了 太急切看到 这样美丽的风景 所以很希望大家一起来逛 不晓得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一些意见想法 好 那没有的话 那校长要再帮我们 不用 校长很专业 给我们很多的勉励分享的部分 好 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个 诶 教育老师要不要再补充 可以了 太好了 好 那就把我们爸的交给我们的质押 好 谢谢校长 那也谢谢田校长整个 整场陪我们坐在这边 真的很酷 那那个 校长说我们八月有半种子教师演习 我们这次要用那个桌游来玩信币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 不能讲秘密 你如果想知道的话 你就报名参加 那通常我们 每年都有上百位老师来到我们东安国小 那如果想要来参加的话 再注意密切一下 公文注意一下 那最后 老师的东西呢 我们也都是无私的分享给大家 你只要上 桃园市国民教育辅导团 Google Google桃园市国民教育辅导团 里面找到信别评等教育 的数位教材资料铺 就可以找到他的东西 那可能会在下礼拜的时候 我会把他的东西放到 网络上给大家做参考 其实这个 你拿回去班农就直接教了啊 直接就上一堂课了 对不对 很完整的一堂课 甚至导致说 你把它扩充了两堂 扩充了三堂 用水彩来画 是不是就三堂四堂课了 一个系列的 一个系列的课程就好了 好 今天就到这边了 好不好 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我们有缘再见 哈哈 哈哈哈哈